我現在在詩篇139篇16到18節講神的恩怜 他的作為 亦都可以講完我們的回應 這裡講到我未承認的體質神已經體見了 這個就是說 原來每一個生命就算你未出生 還有當你仍然是一顆細胞的時候 神已經認得我們 就是我們這個身份 是寶貴的 我們是有一個寶貴的身份 神已經看到我們 看重我們 看顧我們 這幾件事就是 他看重我們 他認識我們 很想有個計劃 想祝福我們 然後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讀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賊相料 這裡講到就是神所定的 這個字原文就是塑造的意思 塑造 就是說原來我們一生的日子 我們一生的日子 當我們尚未到一日 就是我們都未曾過一日的時候 已經寫在天上的賊相了 已經寫完 你每一日 那他寫呢 他就不是寫 你怎麼慘 他是說他會做什麼 就是他的恩典 有時候人是會有困難 為什麼有困難呢 原因就是 我們現在是活在一個罪惡的世界 如果我們活在天堂 就沒有問題的 如果我們一信耶穌 一聲就上了天堂 就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仍然活在一個罪惡世界 這個罪惡世界一定有人會傷害我們 一定有困難 但是在這些日子 這些困難不是神為我們預備 是這個世界 不是這個困難就是那個困難的 但是神就寫定一些計劃 去怎樣幫助我們 如果我們數回我們的日子 我們看到我們遭遇多少困難 看看神怎樣計劃 一步一步帶領我們信耶穌 帶領我們怎樣倚靠神 怎樣得釋放得醫治 這些日子每天都定了 這個教義 神在我們生命有奇妙計劃 已經寫在冊上了 寫在冊上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呢 就是已經定了一個好計劃 不是隨意的 不是執生的 這個東西很重要的 這個冊是不是生命冊 是啊 就是我們天上神寫的生命冊上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冊上 我們都已經有這個日子 每一日會怎樣發生 有時候我們當然會說 我有些日子真的很難 但是我們想回 這些日子很難也好 後來最終我們得到神的幫助和解決 最終的時候 如果當我們肯聽神話 有些人他不懂得神話 他不懂得神話 他得不到答案 但我希望我們把這個信息傳給人 是神可以給我們一個答案的 當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就算你人是有憂鬱症 有憂傷 家庭暴力 什麼問題都好 各樣的問題 神都有一個一步一步已經寫在冊上 去定義祝福我們的 只要我們走在神的計劃 而在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就講到怎樣進入這個計劃 就是 將生的獻上當作活祭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變化 就能夠察驗這個善良順存 可喜悅 就是神喜歡我們喜歡的 這個計劃的旨意來的 好了 我繼續 我們繼續講下去 繼續講下去 繼續講下去 就是說 其實這條中文聖經 就將它分開了下一段 其實在原文聖經是沒有分段的 和沒有分章的 有時這章一章一章 未必是準確的 這條這個分段是絕對不準確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就這樣神 你的意念是 我何等寶貴其數 何等眾多 沒有拉姦 忽然一句話彈出來 但如果你連去上面 很有拉姦 即是它的日子都寫在這裏 那它寫的時候寫什麼呢 就是很多意念都寫在這裏 全部都是好的意念 就是我怎樣祝福你 雖然你有困難 但我會怎樣祝福你 我會怎樣幫助你 直到你的困難得解決 而這些意念是很多很多 我們有時 我們都有一些家人 對我們很多的意念 譬如有時父母 他會想怎樣去對我們好 但他遠遠不及神 神那些計劃 他是每一步都是非常好的 他已經計劃了 亦都在日常生活 譬如我日常生活 神就會給我很多意念 在聖經裡面很多意念 這都是神一直傳遞好東西給我 即是原來我們的生命 可以由早到晚都蒙福 尤其當我們連接 我們的回應是甚麼 我們連接 跟神連接親近神 倚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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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我們就得到連接 我們的生命連接的時候 神的計劃就成就了 好了 跟著下面 我日數點比海沙更多 這些意念比海沙更多 即是你想不到海沙這麼多意念 原來神給我這麼多意念 即是在一生之中 原來有這麼多意念 我瑞省的時候仍和你同在 這個就是有相連的 這個瑞省應該指到我死了之後 我復活了 我仍然跟你在一起 這個應該的意念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經文是可以說 給我一個認識 原來神在我的生命 有個計劃已經寫在天上 可能你現在走到那一步 是很淒涼的 但是我現在講應用 你可能很困難的 不過神已經有計劃去解決 不過這個計劃是甚麼呢 就不是一聲 哇 沒了我的問題 即是那些壞人忽然消失 未必是這樣的 這個計劃是我們怎樣得力 怎樣可以處理 這樣你一步一步 那個生命就會提升 這個就是神那種奇妙的計劃 當你倚靠神 我一生都是倚靠神 我就發覺很多很多各方面的恩典 你也會不會 是真的 我會不會 有很多人 人在做出出的 再次 我會不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